每日一休 我是一休哥 欢迎来到每日一休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 维修培训3 第9课 因为客户吸盘空间 就是 丈夫 控制窗口中 没有4的选项 只有否的选项 看怎么操作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在这个Win10之后 或者是Win8之后 有一个用户控制的 有一个功能 意思就是说 你在打开某一个软件 或者说是在系统进行一些更改 安装软件的时候 它会跳出一个 你是否要对这个当前的设置进行修改 之类的提示宽 这种宽的作用 就是防止别人在远程里电脑 比如说是通过 QQ远程或者是 某一些没有这个全线的 软件的远程的时候 你是动不了电脑的 除非说有些向日葵 或者是干嘛 它通过什么技术 可能它也可以操作 它就有这个全线 不然的话是QQ远程好像是动不了 这边讲了 就是说它只有一个是 有的时候我们也要选一个否 我们看 因为客户系盘只有7句的空间可使用 所以重置不了 报错 本来还想重置 然后按照以下这个方法进行破解 破解了这个没有是 没有是 只有否的选项 但出现升卡右下角 服务启动不了 Windows 就是这个 是灰色的 没有启用 这是服务的意思应该 在Windows服务启动不了 只能卸载细盘的DNF 然后重置系统 没有启动的 DNF应该是游戏吧 细盘的DNF 然后重置系统完之后 按SHIFT键点重启 就按住那个左边上来导出 鼠上来第二个键 SHIFT键点重启 进入到这个高级启动下 进入选择 带命令函的模式 然后输入命令 这好像就是相当于 把超级用户给 超级用户给激活的意思 那次又是命令 而的命令就是超级用户 原来可能 超级应封是没被启用还是怎么 现在就激活 这活动状态 选个yes 进入系统 把这个影子系统 正常模式 卸载了影子系统 进入系统之后 影子系统正常模式 是什么意思的 就是说你 开机的时候 它可能有选项 按上下键 进入到正常模式 或者是影子系统打开之后 它有个选择下 进入到正常 而不是非影子模式 然后才能卸载影子系统 卸载完之后才能重置 如果你不这样操作的话 你重置不了 重置完了 重置的过程中 再重启一下 它可能又变成正常的 所以 这个看来还是比较复杂 重置完了之后 估计它就解决了只有 否 而没有这个事的问题 但是这个最终也是放了系统 重置就相当于 跟系统 装系统差不多了 无非在这边一个难点就是讲了 它有影子系统怎么卸载 还有一个怎么样 就是把超级用户启用 就这两个难点 它卸载系盘DNF 可能是省空间 空间太小的话 它重置不了 卸载这个游戏 电脑外设 网络维修小技巧 Windows系统的几种录屏方法 电脑录屏快捷键 关键词 录屏快捷键 录屏方法 还有使用的这个就是Ctrl-Alt-S 快速录屏 它有几种方式 QQ-TLM录屏 这就是第三方软件 XBLX 就系统里面的 游戏里面录屏 还通过这个OBS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现在做直播的 都是用这个去推流 它这个推流有好处 就是很多兼容 可以 而且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你在一个平台 还是怎么样 它可以推流到很多个平台 就用这个软件 比如你在做直播 它就不需要在每个平台去 去开账号 还是什么意思吧 反正这边 用了这个中转的这个之后 它就直接嫁接到其他上面 只要其他地方要录屏 就引用这边这个 视频来源还是什么意思 比较方便 通过PQ和这录屏 两个步骤 快捷 方便 占用硬件资源很少 不容易造成卡顿 缺点 就不支持修改录屏的分辨率 还有 帧率 不支持声音 内录 不支持 立体 混声 声音 内录 意思就是说 可能只能外录啊 用PQ的话 就是外制的那个 录制 而不能内部的 而 这底下这个 在QQ和TM 叫出这个录制 窗口对话 框 然后用这个剪刀 可能就一个剪刀样的 就是你要录制哪里 录制屏幕 Ctrl Alt 录制屏幕 你剪刀完之后 就录制它 所 控制的这个范围 可以通 拖动这个红色的这个边界 范围 点击喇叭或麦克风 按钮 禁止或开启 点击开始录制就可以了 就点这个 开始录制 然后屏幕进入3秒 倒计时 就开始录制 也开始录制 第二就是通过XBOX 有两步 它也是快捷 无需安装 就是系统自带的嘛 可以 选择视频的质量 和录制的帧 帧率 这可以更改你的视频质量 而且支持这个声音内录 缺点就是 自动暂停录制 进入桌面后 你就飞到桌面 不支持录制这个桌面 Windows资源管理器的 仅支持录制 软件内容 软件有时容易崩溃或卡死 这其实就是录游戏 经常拿来录游戏的 对这个桌面上的东西 它录制不了 就这个 还有好处就在这上面 可以支持声音内录 2.1 通过这几个快捷键吧 Windows2还有什么东西 WindowsG 调除XBOX工具栏 补货 然后点开始录制 就可以了 看点开始那一柱 Windows加ALT 还有什么加R 这几个 开始菜单 设置 摄像头设置 录制 录制游戏时 录制音频 就这边这个 游戏里面有一个摄像 然后开启这个 就可以实现游戏内的录制了 把游戏里面的声音也录进来 这可能就是 刚才前面那个软件它不支持的 就是比如说QQTL母 它不支持内录的 这个可以支持内录 可以把游戏的声音给录制了 而且这也有视频的帧数啊 可以更改一些这个帧数等等 你飞到桌面 它可能就暂停 它不好的地方 他刚刚讲了 不能不支持这个 进入桌面后就暂停录制 通过OBS 这可能都就比较好了 可能是上面结合上面两个的优点 内录外录啊 什么之类的都可能可以 然后也可以更改这个视频的一些 频率还是什么东西 就视频的那个什么帧数啊 初始打开软件 需要自动配置 就是优化 使用录屏选择仅优化录像 将不会进行串流 选择下一步 选择录屏的分辨率和刷新率 这边讲的就是 1920x1080啊 这是比较可能比较普遍用的吧 如果你这边太高的话 它到时候 视频它会变得非常大 越高它录制的越大 然后点确认 无误应用设置 来源的时候 选择一般是 选择显示器采集 显示器的采集 有的时候是 选摄像头也有的 选择默认选项 选择默认选项 点个确定 就开始了 采集摄像头 应该是显示器里面的 看到显示框中 无法录制整个屏幕 可以点击左三角 可以缩放 可以缩小屏幕 将屏幕填充到整个窗口里面 录制到整个屏幕的时候 可以在左三角 有个缩小屏幕 可能是这个吧 可能是不是这个缩小屏幕 调节后就是这样的 可以缩音器 选择开启麦克风 和是否录制桌面的音频 开启立体缩音功能 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强大的 相当于是吧 比如说你可以 把自己麦克风里面的 自己唱歌的声音录进来 然后也可以把 电脑里面放的伴奏声音 所以他们做直播 基本上都是选择这样 推流的方式 录制时间较长 录制人文件较大 就是比第二个的 XXX的好处 时间会比较长 需要耐心等待 保存好 开始录制 它这边是下载电接 这个好像是免费的 好像是免费的 休息一会 我们马上就回来了